她叫兰博 在经历了大半辈子打打杀杀的生活之后 终于她选择了重新回到故乡 回到她父亲曾经经营的那个农场 这段时间以来 都是玛丽和她的外孙女小美 在打理着农场一切 小美在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因为一场疾病去世了 父亲也随即抛弃了她 组建了新的家庭 好在兰博一直将她视为 亲女儿一般的照顾 小美才出乐成了 如今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在兰博回到农场之后 她经常会和小美一起骑马散心 可每当到了夜晚 兰博还是会忍不住地回想起 之前在战场上的各种场景 退役后 患上的床伤后应急障碍越发严重 甚至让兰博无法适应舒适的卧室 她每天都要在农场下面的地洞里睡觉 才安心 这里面四通八达应有尽有 算是兰博的一种精神寄托 她从不允许外人踏入这里 但小美却是一个例外 两人经常会在这个地洞里谈心 这天 小美告诉兰博说 自己的朋友娜娜 帮忙打听到了她亲生父亲的消息 所以她想前往墨西哥 见父亲一面 可兰博却对此表示反对 她劝小美说 抛弃弃子的男人 是不值得被原谅的 况且 墨西哥黑帮势力猖獗 女孩孤身一人去那里 实在是太危险了 在兰博的劝说下 小美暂时答应她不再提起此事 隔天 兰博还在院子里修车 就听到了房间里传来的争吵声 原来 小美在考虑了一晚之后 还是想去见一见自己的亲生父亲 可玛丽却立声告诉她说 那个男人 没有尽到一丁点做父亲的责任 这么多年 都是兰博在照顾你的生活 她 才是你真正应该珍惜的人 不要听你那个狗屁朋友 娜娜的话 她也不是个什么好女孩 小美被玛丽一顿呵斥后 只能再次打消了去找亲生父亲的念头 随即便开车离开 准备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散心 可车开到一半 小美还是对自己亲生父亲这件事放不下 于是 调转车头 朝着墨西哥的方向便出发了 很快 她便来到了娜娜的家门前 这里的街道破旧不堪 周边也全世界拿着酒瓶的混混 小美敲响了娜娜的房门 看着曾经的好闺蜜变成了如今的这副模样 不免得让小美有些吃惊 但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倒是娜娜一眼就看上了小美的金镯子 晚上 娜娜开车带着小美来到了她父亲家的楼下 可当小美满心期待地敲开父亲家的门时 父亲却对她这个不速之客感到厌烦 小美问她当初为什么要抛弃自己和母亲 父亲也直接了当地告诉她说 父亲还特别强调说 自己早就对小美没有了一点感情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小美听完便绝望地哭着离开了 随即她就准备开车回家 可娜娜却劝她说 于是在娜娜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墨西哥的一处酒吧里 很快清纯可人的小美就被一个男人钉上了 隔天一早 玛丽就慌忙地找到兰博说 自己接到了娜娜的电话 说小美已经在墨西哥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兰博立刻拿上玛丽提供的地址 开上自己的皮卡车便出发了 她先是一路冲到了小美的父亲家中 但对方却说自己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愤怒的兰博豁门而入 一把将她按在墙上说 这些糟糕是因为你 然后兰博又一路找到了娜娜 可对方却说自己也不知道小美的下落 那天他们去酒吧喝酒 之后便没有了小美的消息 可兰博却注意到了娜娜手腕上小美的手镯 于是一柄钢刀直接插进桌面 你会帮我去那酒店 在兰博的威胁下 娜娜带着她来到酒吧 指认了那个人贩子 原来那晚小美进入酒吧后不久 就被人贩子阿飞下了迷药 如今已经被卖到了当地的一处黑帮窝点内 随后兰博靠在墙边 静静地观察着阿飞的一举一动 见她带了一名女子从后门离开 兰博迅速跟了上去 趁似下无人直接从后门用刀架住了阿飞的脖子 然后掏出照片问她小美在哪 兰博直接拿刀刺穿了阿飞的肩膀 又一刀扎进她的大腿 随后用手硬生生地掰断了她的锁骨 在剧烈的疼痛下 阿飞不再嘴硬 一路指引着兰博来到了那处贩卖女性的黑帮窝点 兰博一拳打晕了阿飞 然后一个人来到了对面的房顶 悄悄地查看着黑帮窝点里的情况 可她的行踪却不顺被发现 很快就被一群黑帮围堵在了天台之上 他们抢走了兰博身上的武器 然后不断地询问她来这里的目的 可兰博却始终一言不发 忍无可忍的老马直接让小弟抱走了兰博一顿 直打的鼻青脸肿 浑身是血才停手 老马本想直接一刀杀了兰博 可大壮却说要留她一条性命 随后她又让老马在兰博的脸上 用刀狠狠地划了两道口子 众人这才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收拾完兰博之后 老马等人便回到了黑帮窝点内 随即她又命人把小美给绑了过来 指着兰博的身份证问她说 老马见小美不愿张口招供 随即便拿出一根装满毒品的针管 扎进了她的胳膊 随后还用刀子把小美的脸也给划划了 另一边重伤瘫倒在地的兰博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一个神秘女子发现并救走了她 兰博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女人为兰博悉心地照顾病情 几天之后兰博终于醒了过来 一番交谈之后她才得知 女人叫花姐是一名记者 多年前自己的妹妹也惨死在那群黑帮的手里 于是这些年自己一直都在暗暗地调查死事 那晚在酒吧里注意到兰博之后 便一路悄悄地跟着她来到了那处黑帮窝点 不料却发现兰博被打成重伤 于是便将其救走照顾至今 兰博向她表示了感谢 并询问她小美可能被关押的地方在哪 按照花姐给出的地址 兰博立刻便开车赶往了那里 她假装嫖客混了进去 然后趁里面的保镖不注意 直接用藏在衣服里的锤子打死了三人 随后便一路冲了进去 挨个房间寻找小美的下落 等兰博找到小美的时候 她正眼神涣散 奄奄一息地蜷缩在角落里 感觉到有人碰她 小美立刻开始尖叫不止 兰博看着小美脸上的疤痕 和胳膊上的针眼顿时心痛不已 她抱起虚弱的小美坐上卡车 就准备将她带回农场的家中 她一路不停地和小美说着话 要她努力地睁开眼睛不能睡着 还把那个金镯子重新带到了小美的身上 兰博告诉小美说 是她给了自己家的温暖 让她知道 这个世界除了杀戮 还有亲情 她不断地和小美说之前的事 可小美却再也听不到了 她的眼中流下了最后一行泪水 兰博痛苦地趴在方向盘上哭泣 随后一脚油门冲锋边境线的铁丝网 将小美的尸体带回了农场 埋在了那棵大树下 玛丽将外孙女的遗物都打包收拾好 在兰博的劝说下 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绝望的农场 玛丽走后 兰博便开始对农场进行改造 她先是在农场的四周挖坑 并倒满了汽油 然后又在地道和仓库里 布置了各种陷阱 随后在院子里小心地埋好地雷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兰博再一次来到了墨西哥 找到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花姐 向她询问了杀死小美的老马家的地址 然后便一个人连夜找了过去 兰博趁着夜色用刀直接捅死了一名小弟 然后干净利索地处理掉了其他的保镖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老马的屋子 这次她势必要老马写这些事 第二天一早 等大壮来到老马的家中时 却只看到了一具无头尸体 在心脏的位置还用刀插着一张小美的照片 背后写的正是兰博所在农场的地址 这下大壮算是被兰博彻底地激怒了 他立即召集了全部的小弟 准备好枪支和炸弹之后 便一路开车浩浩荡荡地朝着农场出发了 而此时的兰博也做好了大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他先是放走了曾经小美最爱的马 又准备好了他最衬手的弓箭和匕首 然后一个人站在小美的墓前 静静地等待着大壮到来 很快 大壮带领的杀手小队便开着车 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农场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次兰博将教会他们什么才是战争的恐怖 这辆车刚刚进入农场 就压到了藏在此处的地雷 一声巨响之后汽车被炸飞 农场四周的汽油也被引燃 熊熊的大火瞬间就吞没了这里 大壮立刻命人下车 拿着机关枪快速地包围了农场 一名杀手踢开农场的房门 瞬间就被迎面射来的弩箭给刺穿了喉咙 另外几名杀手来到仓库门前 突然头顶的汽油桶喷射开来 兰博从地道的暗门探出头来 大壮健壮立刻带领手下进入地道追捕兰博 却不知这里早就被兰博设置了各种机关 一名杀手不慎碰到了脚下的铁丝 瞬间就被钉耀刺穿了心脏 惨叫声吸引了同伴的注意 可刚刚探出脑袋 就被兰博迎面一枪直接爆头 他快速地换上子弹 从背后直接将两名杀手打飞了出去 大壮眼看着手下接二连三地被杀 不禁地越发恐慌起来 两名杀手在行进的过程中又不慎踩中机关 直接摔下去被钢钉刺穿了身体 在一处拐角处 兰博再次出现 用钢筋撬断木桩 将几名杀手砸死在了地洞之中 可过程中却不慎被枪打中腹部 他忍着剧痛 一路将大壮引到了一处分叉口 然后哭地关闭了地道里所有的灯 用对讲机告诉大壮说 你的手下已经被我全部杀死了 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地杀了你 但是我要将你留到最后痛苦地死去 随即 兰博便引爆了整个地洞 大壮顺着再次亮起的灯光一路狂奔 终于在最后时刻 被炸弹的冲击波弹飞到了仓库的木墙之上 没等大壮多作反应 兰博一发长剑射来 直接刺穿了大壮的肩膀 随后剑无虚发 更是将他的四肢都死死地盯在了木墙之上 随后兰博拿着刀 一步步地朝大壮走了过来 兰博说到做到 一把就掏出了大壮 造成了心脏 浑身是血的兰博 颤颤巍巍地走出了仓库 瘫坐在了家门前的那把摇椅上 他回忆起这么多年来 自己在战场上遇血拼杀的画面 从美国杀到越南 从阿富汗杀到缅甸 似乎他的一生都在战场上度过 为了那片他出生的土地 为了守护他爱的家人 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执念 他一直都在反抗斗争 而如今 他所心爱之人已经全部失去 兰博也是时候跨上骏马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真正的为自己的人生活一次了 这部上映于2019年的动作冒险电影 滴滴血五 也是这个系列的最终章 距离1982年第一部 滴滴血已经有37年的时间了 史太龙也从当年的36岁 达到现在的73岁 试问 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37年了 滴滴血系列 陪伴了太多人的成长 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感情 时至今日 每每提到史太龙的名字时 还总是让人不禁地回忆起 那个年代下的故事 而当时陪你看电影的那个他 如今是否还依旧守在你的身旁呢 最后 愿深爱之人 此刻正伴你左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